大家好,我是小叶,又到晚饭时间了,大家都吃了吗? 下班回来,把家里生的最后一点梅菜干泡了半个小时 这梅菜干比较咸,一定要先泡哦 泡好之后,挤干水分,再给它切成末 有粉丝私信我,怎么每天下班还得充充满满的做饭,孩子的爸爸呢?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工作,而且还要接送孩子 不管如何,我们都为这个小家努力的奋斗着 昨天把小云吞还剩了有肉馅,这个梅菜干刚好就可以做梅菜肉饼 把切好的梅菜放进来,洗干净手抓一抓 这个肉馅搅拌得非常上劲,抓起来都有点难度 这样子蒸出来的肉饼肯定非常的爽口 像碗面团那样给它揉一揉 再用勺子给它们压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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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开以后上锅生15分钟 想要中口味一点的话,可以拧一点生抽 再来煮一个小菜 把四季豆跟切好的红萝卜先焯水 这样能缩短炒制的时间 锅里面热油 放几片广式腊肠进来 少放一点,这个腊肠很贵 稍微煎一下,就把四季豆跟红萝卜放进来翻炒 翻炒个一分钟左右,加点生抽进来 然后炒出酱香味 继续翻炒一小会儿,最后再撒上食盐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时间到了,肉饼也蒸好了 开盖以后撒上点葱花,美味鸡层 这个肉饼不腥不柴,非常的爽口滑嫩 喜欢的朋友试试哦,谢谢大家